刘雨宁反对自己有金主 对 我忘了跟你们说了 我早上的时候刷小视频 郑一小号说啥呢 说我现在在拍这个安乐传 然后呢 迎龚俊来了之后呢 就发现说 这个男二拍戏 怎么这个戏越拍越多 说这个龚俊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发现我的戏越来越多 然后他就不爽了 就是马上就找到制片方 这个男二这个戏 为什么这么多 然后制片方跟他说什么的 说不好意思 那个这个刘雨宁有个金主 砸了大价钱到剧组里 砸给谁不清楚 反正就是加了好多的戏 这个搞的这个龚俊非常的不爽 首先呢 我有没有金主你们自己猜 我好厉害 我有这个金主我演男一了啊 我砸钱要演了个男二 这个脑子不好 首先他是一个大女主戏 女主的戏可能是最多的 据我了解 女一是500多场戏 男一应该是460场左右 我是男二 我多场呢 我是280场 后期这个音剧型的连贯 三与不三我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目前 我就是280场戏 到时候具体多少场 你等剧播了 你自己去点 我也不是在那时候 想称他热度啥的 我想说什么呢 龚俊呢 是我极为少见 就很火的人 还不事儿的 就他绝对是干不出这种事儿的 人家现在不得不说很厉害吧 他是极为少数这么厉害 还不事儿的一个演员 我今天早上看完那个号 我都已经乐着都不喜欢 给保存下来 我发给龚俊了 我说你看看这什么事儿 他说这什么 不说八道什么玩意儿 你不用打理他 今天反正咱俩得拍一天呢